傅昆奇真的是在雨中 孤獨哀嚎 眾叛清理嗎 因為本來這個案子提案的 國民黨的52個人 全部都簽名 包括韓國瑜跟江啟臣 是中簽 全部與傅昆奇同行 那與傅昆奇同行之後 現在為什麼這麼大的轉變 當然就已經一張兩三 禮拜前那些標館 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回去選區的時候 大家會問 所以現在每一個人都想說 現在如果再簽這條花東三法 對他們個人的形象沒什麼好 所以各位要記得那個時間序 6月1號傅昆奇人在花蓮 直接跟花蓮鄉親講說 7月16號這三法一定要過 6月1號 6月2號早上8點15分 6月1號是拜六 6月2號這禮拜 早上8點15分 由洪孟凱 召開黨團幹部會議 沒有傅昆奇 那一場會議裡頭丟出了 黨幹部會議就沒有找他了 8點15分 傅昆奇賣付 因為傅昆奇 一天又是花蓮 坐火車到台北火車頭 最快8點20 所以他們是故意安排一個 一定賣付的時間就對了 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是不知道 反正就有一個火 到時候他們說話是說 傅昆奇在來的路上 來不及參加 好 那這個花東三法呢 過去我們談說 這個有一些環品的問題 有一些地址的問題 有一些什麼隧道太熱的問題 有一些效益評估的問題 有一些這個立法委員 不能夠增加預算的問題 有一些你不能給我規定 十年的問題 這節目都討論過 對 很多專家民間團隊 大家很多立委都說這些事情 當時國民黨是勇往值錢 國民黨勇往值錢 不在怕 不在怕之後 柯智恩放在這邊報告 我還可以說 這邊報告裡面 柯智恩是國民黨智庫的執行長 傅昆奇是國民黨的 這個政策會執行長 他們兩個都執行長 可以智庫是柯智恩領導 他說智庫提供 進攻內參 嚴禁外流 叫大家手頭都一分 你手頭一分也是 代表什麼 代表有人調整外流 要讓大家看的意思 不然德里這個報告 什麼看完就都放桌子上 還不能走一走 你們是很容易就拿到這份報告嗎 媒體網路上拿 不過我拿不到 我覺得他才是國民黨 我反而不是國民黨 所以你沒有拿到這份報告 然後阿川就拿到 黨部黨員政策會都沒有給我們 從媒體 從媒體拿到 所以我說你們也蠻厲害 我們自己國民黨都拿不到 但是這個裡面的資料 後來都變成新聞 那幾個關鍵 因為這份資料 今天出來的時候 講智庫智庫的時候 那人吃個禮 說這是不是我寫的 我說不是來國民黨智庫的 可是看這文字很新的 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東西 我說幾個重點就好了 內容很像民進黨智庫寫的 對 他說 這個副本局說 雖然不舉債 不成立基金 不編特別預算 這一個債留子孫 可是那就是要跟行政部門協商 所以不可能 這些東西都不要的話 你就要跟行政部門協商 這第一 第二 他說環境可行性 會遇到什麼 遇到這一個 因為還沒做環評 所以會有斷層 地質 水文 人文 生態 延報 溫度 雜道 銜接的問題 而且你訂了十年 完全就是不尊重環評跟交通的專業 這也是我們這樣說的嘛 就是說你環評都還沒做那有可能 第三 工程技術 他說這道零四零三 不要再相信人定勝天 人定難以勝天 他說太魯閣 這報告真的蠻像民進黨做的 這內容 不是 跟民進黨的論述一模一樣 其實我有一點認為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當時 如果民進黨提什麼建設 國民黨在執政 國民黨那些學者專家的論調 就這樣 因為這都是學者專家的公法 這課本都是這樣寫的 不管什麼人執政的一個智庫 如果真的嚇唆 大家都這個答案 不要說什麼動 嚇唆 最後一個 這個最主要是說 交通建設屬於行政權 這句大家記得 國民黨的智庫說 說交通建設屬於行政權 意思是說立法院可以建議 立法院沒辦法 決定這件事 他說 而且這句專家 他說這三個案子 目前都已經交通部在進行評估 國民黨的智庫說這三個案子 其實人家交通部已經開始評估了 可是國民黨不知道這件事 好像覺得說 不然我們來進出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很專業 今天柯文哲在講話 柯文哲說發動塊可以支持 高鐵 環島高鐵 那是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 他們自己的立委 他們自己的立委說 高鐵為什麼不能環島 BOT可以做 張祺凱 BOT白就可以做 為什麼不可以做 今天柯文哲說天馬行空 因為張祺凱 傅坤這個案子 但是張祺凱的說法 是照傅坤的說法 copy的 對啦 他就挺傅坤的說法 因為他的國華跟傅坤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案子 除了國民黨提議 黃國昌有提一個修正動議 這兩個黨的黨團有提修正動議 一直在那個丟集院會那裡 沒有輸進去就對了 好 那這個案子裡面 他們調整完的修正動議 丟現在國民黨智庫做的也不一樣 所以黃國昌丟張祺凱 他們本來是修庭副本市 現在發現說苗頭不掉了 柯文哲今天出來定調 說發動塊可以支持 但是那個高鐵是天馬行空 發動塊 發動塊大家都集集 口情性研究 今年8月底會出來 會交到交通部 後續要審查 可能9月10月才會開始審查 那這個案子就按照程序走下去 才是國民黨智庫講的順序 這個才是對的 阿川 我就問一下 那麼柯文哲定調完之後 黃國昌有反應嗎 那黃國昌他一直講 黃國昌一直講財政經濟 因為柯文哲是今天會知道 會知道跟他講的 柯文哲到那個黃國昌到現在 還沒講話 黃國昌到現在還在頭痛 我來問一下近平 你沒有看過智庫這份報告 完全沒有 如果說要我們辯護的話 照理說國民黨中央跟國民黨黨團 但是那個柯智恩丟出來的 我的了解不是柯智恩自己丟出來的 應該是智庫裡面自己有流出來給媒體 然後媒體在 就像剛剛益川講的 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如果要我們像我們藍營議員 我們自己國民黨背景的話 應該趕快把所有的資料 柯智恩也沒否認 所有的媒體都說他丟出這份報告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否認說的 柯智恩我們也有賴 也在群組客之間也從來沒傳給我們 表示這一題 但是他有沒有否認說媒體講錯了 不是我丟出來的 沒有 都沒有 我沒看到 所以我就說 我沒有說益川川哥這個報告是假的 但是智庫做的報告表示他是實話實說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主動的有掌握這些資料 因為我們沒辦法講 沒有辦法去幫他 但是在這個立場上 很多的國民黨立委 包括魯明 就是你們不願意把真相說出來 不是不願意把真相說出來 國民黨智庫實話實說做了一份完整的報告 對 那為什麼不給你們呢 這個跟民生有關的這麼重大的建設 那就表示這些東西可能不希望我們主動去談 不要我們去碰 不要我們去碰 那副昆局他就一路挨打 因為我們沒資料沒東西怎麼講 那變成可是我們要自己打電話問 像你剛剛講的你一個補充 我補充 我是自己打電話問我沒有手邊資料 我一份資料都沒有 我一頁資料都沒有 我才講我才生氣 但是為什麼我自己 因為我要上節目 我總要打電話去查證吧 我總會問智庫的人員吧 他還跟我說裡面有那個174公里 是交通部曾經做了一個評估報告 花東怪有174公里那麼長 裡面會經過11個原住民部落 其中有很多地質敏感區 那這11個部落裡面 還有包括這個花東縱谷 知名的這個國際的景點 然後再加上0403的地震發生了之後 很多工程跟地質敏感區 我們沒有把握會怎麼樣 再經過探勘跟環境評估 跟環差的影響等等 還有財務的這個技術 然後當時說這個建設 如果你要立專法的話 強調這個建設要10年 一定要10年內完成 這個是前提 立專法要求要通過這個建設的法案的話 10年內完成 你就算從今年2024年開始 到10年後2034年 10年怎麼可能 你光是做評估 專制做流程 而且超過20個環境團體 他們在反對 10年你可能你完成嗎 你根本不可能 所以智庫不給你們 是不是因為一旦給你們 等於是打臉付婚期 是啊 而且裡面是根本就是老實數 根本就吃了這種沙包 所以智庫是老實數 但智庫又不給其他的黨籍呢 是因為不給他們其他的議員或委員 智庫不能自己私下給我們 要執行長柯智恩 或者是裡面的這些黨專 那打臉付婚期嗎 管錢時間 這不是打臉付婚期 他打臉的是有簽名的那52個國民黨立委 提案的 這52個是提案的 所以黃金平一定不會收到的嗎 這52個是提案進到立法院裡頭的程序了 而且在委員會 這案子不是說提進來就要表決 他在委員會討論過 在交通委員會討論過 阿川你麻煩把那個板子再立一下 阿川你copy給他好了 你copy給我好不好 他要不到我們給他一份 嚴禁外流 你們看 嚴禁外流 包括我們自己國民黨的議員跟民意代表 嚴禁外流包括黨籍的名代都不能拿到 智庫是不是很諷刺 智庫如果給國民黨的 等一下麻煩印一份給我 智庫給國民黨的話 就是給付婚期難看 我就說打臉付婚期 但是阿川不是只是大臉付婚期 這個就沒差 打臉的52位立委 昨天晚上媒體就已經有這份資料 媒體拿到的話就不算打臉付婚期 對 就是媒體拿到的 總之這份報告的內容 一旦曝光或者是由國民黨黨籍 不管是議員還是立委講出來 那就是在打臉付婚期 所以他們都不會收到的 朗東 所以華東三法現在已經太死腹中了嗎 看起來 我覺得是說付婚期要努力堅持下去 因為你要鼓勵他努力堅持下去 眾人皆罪我獨棄 我覺得你這樣有點居心叛測 當年萊特兄弟也是被唱衰 然後媒體就下標說是Friar or Liar 就懷疑說根本不可能在天空上飛 傅婚期就像當年萊特兄弟 又像是茄莉悅一樣 講出太陽是宇宙中心 就被教廷所批判 所以我希望付總召能夠 好好的堅持下去 畢竟這份報告告 也沒有在國民黨內部公開 就表示國民黨內部 可能也沒有形成共識 我是覺得付總召 既然覺得這個華東三法 打穿豬鴨山脈 然後要就是什麼 就說BOT這種都不用花錢 這麼好的一個政策 他不堅持這個是太可惜了 不要像昆仑山上的小草孤單 希望藍營的這個人 不要再跳船 全部人一起去挺傅婚期 非常認真的在講這些事情 總召任期有限 其實這個案子 職務永遠在人或是會變的 朗東真的是居心婆鎮 你知道嗎 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傅婚期 昨天一直強調這是BOT 他講很多遍 所以你覺得他有沒有要退 他現在有沒有要退 要提BOT不用立法 只要廠商寫完報告 送到交通部 說我民間要參與 因為政府不用出錢 政府不用出錢 那交通部就省 任何人都可以想要BOT 他就自提 這叫做廠商自提BOT 他跟我不用修法 不用 傅婚期只要找到 他口中的很厲害的廠商 寫了一本BOT的報告 送進交通部 交通部就會啟動審議 那你認為傅婚期是不懂呢 還是拿BOT當下台階 也就是說 剛開始他推華東三法 大概被罵翻了 就說什麼乾坑法案 2.5兆等等 他為了給自己下台階 就找了一個BOT 還是他從頭到尾就不懂 不知道BOT不用修法 沒有 哪一種你覺得是哪一種 但是他的提案裡頭 是四個方式 其中有一個是BOT 那最後一個是政府邊預算 而且是邊特別預算 公務預算 本來是特別預算 現在改公務預算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就BOT先試看看 不行了 這個法也有規定你政府要出 所以他就沒贏了 但是這個案子 既然走到這樣 連柯文哲都不支持 國民黨內都不支持 那副總照很簡單 把你心中想的 那個BOT廠商找來 叫他寫報告 完成一本報告以後 送進交通部來審查 那就見真章了 因為他說有廠商 你現在是堵他 找不到廠商就對了 而我判斷他有 有很多東方的生意 我判斷他有 因為他說那個什麼 隧道什麼160度 現在300度開過去都沒問題 他既然敢講 他一定有廠商 這我不相信 他說高潔 不相信他有 這個就阿川跟朗洞 一樣居心剖測 我就不相信 也判斷他沒有 就他們兩個繼續居心剖測 因為那個報告裡面就提到 反正他們現在要 激他 拱他 不是 報告裡面就提到 高鐵的西部幹線 人口密集度也比東部超過好幾倍 然後高鐵西部幹線 那麼多年了 財務到現在的西部的高鐵 都還在虧損 怎麼可能東部高鐵會有錢 所以黃建平 你是認為他找不到人 廠商商頭的生意有人做 那你認為不分析在唬爛 從頭到尾就胡說八道 不是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就是你不要去把這個畫大餅 因為這種東西 你要叫廠商去做不可能 我怎麼覺得黃建平 很像民進黨黨員 對 黃建平 他現在說話 應該是民進黨的說話 他兩個禮拜前 應該是坐這邊才對 對 他坐錯邊 所以這個案子 我們真的要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對 黃建平